前文再續就書接上一會 昨天說到,孟神通面對謝雲真向他背部刺來的劍尖反手一揮,五指如鈾,向著謝雲真的手腕就握過去 謝雲真如果這一劍繼續向前捅,一定就可以刺上孟神通 但同時他的腕骨一定會被孟神通握 那謝雲真還是不刺你,為救險將,馬上十一招,急流勇退,只見劍鋒一圈,閃身飄開 孟神通這一劍炸不到,心裏都暗暗的聲音,好 再說一會,吳剛仙衝上來,與謝雲真聯劍攻敵 孟神通在他們的劍勢張合未合之際,嘩,那個身好像風車疾轉,突然反擊,掌勢飄忽之極 似是攻向吳剛仙,又似是攻向謝雲真,竟然在一招之間向兩位劍術高手同屍殺著 只聽到啪一聲,吳剛仙那把青光劍被孟神通搶去,咬斷了 謝雲真雖然再度閃開,但獨目難知,被孟神通迫到連連後退了 這陣子我們又說另一邊,那邊終竟是武定侯,也是險象環身,及及可危 孟神通手下的兩個弟子都學過修羅陰殺公的,一個是大弟子漢雄,練到第二重,一個是二弟子吳蒙,即是初規門徑 但是,吳蒙一上去幫他師兄,即時變成了兩個打兩個,形勢立即扭轉 那個武定侯心浮氣躁,一見形勢不利,哇,變走險招 極戰當中他一招高低斬蛇,氣身直入 誰知被漢雄那把鐵線純粹一打,將他的長劍引開 吳蒙的判官筆,哈哈,化如電閃,日下就指到武定侯的後面 旁邊中箭一劍,哇,嚇到失聲驚叫 就是這個絕險之時,突然間聽到,嗡、嗡,一聲,像晴天打了個壁 旁邊封住洞口那塊大石突然飛上半空 跟著那個石頭未落,在洞中出出飄了兩個人出來 孟神通還未看清是誰,旁邊的弟子就紛紛敬呼 金世衛出来了 我刚才说过 吴梦那支判官笔 差点就捉到武定球的侯蚊 距离都不够三寸 就是这一瞬间 他听到金世衛出来 心头一阵 不知名旁边一滑 刺错了 而这边中箭 一箭刺过来 正正刺中他的手腕 那个吴梦痛到马上 扔下判官笔 转转头就走路 中箭跟着一箭 又刺向航红的膝头 航红又尖叫一声 好像见到鬼一样 眼睛里露出恐惧的神色 竟然不敢还招 转转头就契弟就脑脖走 中箭就很出奇了 因为他知道 对方的铁线是惊意打开 为什么事 我人不敢招架 这么轻易被自己一箭 就将他两个刺箱 还要走迈呢 这一会儿他就不敢去追了 那个墓定球 死女逃生 大声地赞 赵氏叔 你们两招天山剑法 真是精妙绝伦了 这一会儿 那声巨震过后 有如暴风以来临的前 突然间静了下来 院里面 只剩墓定球 这把声在 他突然间见到 没有人说话这么静 那就快点收声了 这一会儿大家见到 金世伟在山洞里面标了出来 站定在那里 他一出来 真是大出盲神通以外 盲神通看到他后面 还站着一个女子 竟然不是李心回 又更加大气 甚至不妙 只见金世伟 突然间大声地笑 哈哈哈哈 盲神通啊 盲神通 我听说你练成了 收来阴实功 突然来领教 看看你的神通广大 因为我的手段高向 盲神通我唯有答 你趁着我家中有事的时候 才来挑战 船物好汗 我和你比武 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盲神通听他这样说就放心 他就想这样说 立刻接着说 好好好 棍子一言 快慢一点 我们今天就是一对一血的痴控 你不可以向我的门人这么酸 原来盲神通最忌的 就是金世伟参加混战 虽然他的收来阴实功 已经临到第七重 自此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金世伟的毒针离合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门下的弟子 只怕死伤遍地 就是靠私底的力量 难于抵挡丐帮的进攻 金世伟听他这样说 将个铁柜一动 我今天并不想大开杀界 即使要开杀界 我都要找一个身份相当的人 你尽管放心 你不必分神 只顾着你自己的命 哈哈哈哈 好啊 金世伟 你遇上杀我 怕没那么容易了 杨师弟 杨师弟 杨博的贵宾 交给你款待 好啊 金世伟 你尽管你了 这阵金世伟 巨血的铁拐 慢慢走向前 突然间身后的女孩子 音音笑着说 金世伟 你要跟他比武啊 我就先让你一场 那 如果你要杀他 我不肯过你啊 孟神通 你放心就行了 这个女子又话中有话 孟神通当然听得出个意思 意思就是说 要金世伟 留下他 让这个女人亲手报仇 孟神通当然就不会将这个女人放在眼里 但是就不知为什么 他那个目光 一见到少女的阴冷的目光 立即就鸡皮起了 这阵孟神通听过女人这么说 挖了他一眼 心想 这个一定是力路怪的女儿 孟神通心中有两记 一 就记天山派的人 第二 就是力家的后人 他正在想 如何对付这个女人那时候 金世伟等都不耐烦了 冷冷笑就说 嘿嘿 早就不施展你的神通 孟神通就说 若我是尊师在生 我自当以万辈之礼 先行请教 孟神通的那时候 孟神通这么说 意思就是说 以你今世伟的身份 还未配令他先出手 今世伟就火滚了 他跟着就说 好 老前辈在上 他以为原本有约 走 你今世伟不耐烦了 公开 今世伟的神通 我躺了 我这次 是 提后 去 向前晚督。 金世衛困繞了寒龍復虎的神功, 這一督的力度何之千斤重。 他心想,除非是呂四良復生, 或者是冒村生在世, 沒有誰夠膽兇手握他的鐵拐。 掌風起處人影翻飛, 只聽到噢的聲音, 孟神通的身形在鐵拐上空一略而過。 他順著鐵拐掃來的方向, 手掌沿著一禁一帶, 身都跟著鐵拐的猛勢飛騰起來。 招式絲毫不變, 而且向金世衛的兜頭握下去。 金世衛怎麼可以讓他握呢? 鐵拐掃過盤船, 沒有吃一道暗黑色圓環。 孟神通只要再踏前一步, 就一定投入環中。 莫國以內革真力硬拼, 不是孟神通粉身碎骨, 就是金世衛人亡掌斷。 孟神通似乎還不敢硬拼, 新型從拐掌上空一略而過, 馬上又縮回頭。 金世衛見過兩招應變迅速, 雖然不敢硬拼, 雖然不敢用手掌和鐵拐碰了一下, 功力真的非同小可, 即時令金世衛都暗暗吃驚。 極戰當中, 孟神通三次掌斃鐵掌, 反擊之力一次被一次強勁, 而且孟神通那臉, 從紅色漸漸漸漸漸漸透出一些客氣來。 金世衛一拐緊次一拐, 仍然握住先手的攻勢。 過了二三招, 咦? 他突然間感到有少少不對勁。 因為他那條鐵拐, 在揮武的情況之下, 本來應該越揮就越慌才是。 但是相反, 現在不單止不慌, 反而手掌握著有點冰涼。 金世衛暗暗是驚勒心想, 死了, 莫非這就是他的什麼收來陰殺功? 我們又講講那邊, 這陣楊赤符率領孟神通的門人弟子, 早就跟謝雲真一班人混戰起來, 傻時間遠之一邊, 殺飛石走殺星震天。 丐幫這邊高手雖然多, 但是亦仲謀蕭清風兩個, 受了收來陰殺功所震, 元氣大損。 勢出來的武功呢, 就不及平時的兩成。 吳鋼先那把長劍呢, 就被孟神通截斷了, 雖然換了一把, 到底就不及原來那麼就手的。 幸好謝雲真還未曾受傷, 扯著他七十二手連環奪命的狠壓劍法, 還可以看各位的掩護。 在混戰當中, 楊赤符緊緊盯著謝雲真, 而孟神通的門人弟子一擁而上。 不用多久, 就將易仲謀, 吳鋼先, 中展武定球, 彈彈彈圍到實, 情形比較危急。 雙方大動乾哥, 只有勝利那個女孩子, 好像置身事外那樣的款, 手裡握著白網邊, 靠著假石山, 目不轉睛, 只看著金世維和孟神通的惡鬥。 手中的白網邊, 本來就是孟家的行刑用具。 我講過孟神通派一個弟子用這條邊, 準備打理心梅, 被金世維搶了, 就交了給他保管。 這人金世維和孟神通鬥到百多招, 金世維的鐵拐, 每次碰到孟神通的手掌的時候, 都隱隱感到有股冷氣, 從鐵拐那頭傳入榮心。 同時感到孟神通的反擊潛力就越來越大。 不過孟神通都不好都在哪裏, 每劈開一掌, 就要吐幾口大氣, 看來都力不從心。 打了沒多久, 雙方的招數就漸漸慢了下來了。 金世維的鐵拐, 東一紫西一滑, 好似拿著千斤寵物一樣, 抖不起了。 而孟神通的身形也遲緩了很久, 而孟神通的長髮就散亂無章, 只見兩個人的神色被兵馬就沉重得多了。 就在這陣子, 極戰當中, 大家聽到孟神通連打三個嚇死。 嚇死!嚇死!嚇死! 嚇死! 嘩! 嚇死! 金世維覺得不妥, 為甚麼? 因為那條鐵拐突然間, 好像浸在冰中, 動到他的手都尺埋, 插都插不穩。 那個金世維都知道甚麼事了, 他突然向著他吐一聲, 一口龍潭吐出, 夾帶著暗氣破控之聲, 向著孟神通飛過去。 孟神通那堂三袖一發, 令他一躍而起, 雙掌齊下。 掌風怪應之中, 只見金世維一個關斗 倒回到幾丈那麼遠, 緊接著大家聽到那個少女一聲尖叫。 金世維一個鯉魚打挺, 在地上躍了起來, 只見到孟神通雙手虛推, 那個少女傻間, 好像斷線紫妖那樣, 在空中就飄落。 金世維跳上一步, 就想著扶著他啦。 怎知那個少女在空中一個轉身, 那堂三袖一樣, 砰的聲音。 在那三袖飛出一團黑霧, 向著大家就撲過來。 而且只見那少女說, 快走,快點走。 黑霧散開, 對面就不見人影。 彭家那幫門人弟子就不敢追趕。 謝雲真, 易仲茂等人本來就處於下風。 現在更加不敢亂戰啊, 於是趁著龍武的掩護, 咳咳一聲, 逃出了萬家莊。 一行八個人走啊, 走到六七里遠, 這樣才在樹林旁邊休息。 這陣已經是中午時分, 陽光猛烈。 但是, 這八個人除了金世衛和少女之外, 每人都動得到小胸。 其中沒有定球, 和中淺的攻力最弱。 這陣被動得牙關打掉槍一樣, 他身體就直接打到冷鎮。 那這個母定球中淺兩個昨晚, 被金世衛玩了一晚, 現在面面相對,真是很尷尬,好過武定球鎮騰騰摸了一個肉瓶就說,這是我落山之鎮,唐師祖給我們預防不測的碧玲丹,這個丹藥是天山雪田炮製,能解百毒,現在剛剛好,大家趕快吃掉它,好冬啊。 這個瓶中就有七粒的丹藥,武定球就給大家吃了,那麼易仲茂蕭清風吳江仙,謝雲真是每人拿起一粒,謝雲真是說,我跟姐姐吩咐一粒,易師弟,你受個內傷比較重,我這一粒還給你呢。 易仲茂的確受個重傷,不便推遲,接過來吃了兩粒,這陣武定球的掌心還剩下三粒, 他將一粒就交給中展,接著看一看那少女就說,姑娘,你貴姓啊,今天我們靠你脫險而已,你覺得行不行啊,用不用? 意思是說,用不著吃粒啊,這樣,竟然那少女都還沒等她說完就說,多謝啦,我不用啊,你留給別人啦。 哦,她不要那時候,武定球就眼光就看著金世衛了嘛,意思是你要不要啊? 但是她看到金世衛,她想起昨晚給她一些泥笨,扔她自己整口都是,那一口氣都還沒出。 但是正如說呢,要全靠她,底敵,擋住孟神通,如果不是金人,可能個個都沒命的了。 那麼武定球,現在呢,想給又不是,不想給又不行,今世衛就知道她想怎樣的了。 冷鬧羊羊伸了她的腰,對她笑臉說, 呃,你將盲神通的束羅欣殺功說得那麼厲害,我不不管如何啊。 是啊,你有一枚毒針刺中了她,大概都可以等她頭痛幾天了, leaderscan guild say like bearul said. 大概都可以等她頭痛幾日了,總之,不用吃底就是了就行了。 禁世衛一聽,她言下知地說,今天是吃底一點了。 但是他早就用上乘的内功 将身体里面所感受的寒冷驱散了 而且不觉得身体有什么异样 心里面就想了 孟神通正说那一掌真是厉害 这个修罗阴杀公的确有点邪 但是我现在到底没有受伤 我没有吃抵 中展听我少女提起今世为的毒针 他心里被一动 他想 哦 刚才那两个人突然间 见到我都没打就自己走了 难道是今世为暗藏我们一臂之理 那再说武定求见今世为的神色 又傲慢 思耗都不理他 心中那条气又生气 生气爆爆将那粒丹药放回到瓶里面 心想你不要 我留回去防身够好了 今天中展正想问个少女的来历 忽然间 看到孟家庄大火烧烧起 那个少女一见就说 今晚老责怕了我们 放火烧庄 但他又带着那帮弟子 另外找个地方藏身 谢云真听过这样说就说 姑娘 你叫他叫老责 莫非和他都有什么深仇大恨 我怎么知道那少女突然间 佛咒而起就说 有寿无寿 都是我自己的事 今世为 你记住 今晚三更 说完之后 竟然你谢云真 自己就走了去 今天真是自有忍冲的难看口 莫非怪癖太无情 各位 欲知口试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